中美高层战略在阿拉斯加三轮会谈结束 引发全球高度关注中方表现的既从容又运气 而美方则失礼又狼狈 尤其是在第一轮的开场白阶段 想给美国的狼狈样找补回来的人都不知道从何入手 拜登则公开场合力挺他的外交团队 3月19日拜登在白宫的南朝平 对记者提及中美高层会晤一事时说 他为布林肯感到自豪 随后拜登登上了空军一号装机前往亚特兰大使 登梯时三年衰幸好老人家身体无碍 据白宫发言人解释时分太大 78岁的老人就不调侃他了 助身体健康 布兰哈里斯得乐坏了 拜登虽然在媒体面前对布林肯团队表示支持 但回来后据美媒称他臭骂了布林肯一顿 起因就是那位遭到美网友疯狂吐槽的纸发女翻译 美国记者政治观察家杰克发推称 有白宫官员向他透露 拜登对布林肯十分不高兴 拜登一大早就因这件事对布林肯大吼大叫 因为他带来一位紫色头发的人参加高层会谈 杰克本人是个保守派 特兰普的支持者 在前一天他就发推嘲笑嘲讽 布林肯戴上纸发翻译 会被中方认定为美方无能 布林肯真是个战略天才 盖文得到了2400余次转发破1万多点赞 正值美国网友群潮纸发翻译的高分期 杰克再报白宫门料 非常有利于他的账号涨粉 对于纸发翻译 中美两国网友吐槽点有些差异 美国网友更反感他的纸发 而中国网友觉得他的装眼能力有欠缺 美国人的一些评论 他那紫色头发下面有一个聪明的脑袋吗 如果您处于外交场合 紫色头发不仅不适宜 而且不成熟还会伤害心云 我敢肯定中国在嘲笑我们 你受雇于政府 在世界舞台上代表我们的国家 却拦着一头纸发出现 如果我是雇主 我就单场开除你 这不是启示 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我们已经上市了专业意识 我敢肯定对他们来 坐在桌边的紫色头发 让他们很难认真的对待美国 这完全是小丑表演 这真是太尴尬了 再加上他们将一名紫色头发的女士 带到会场中 使情况变得更糟一百倍 比赛结束了 你输了 各种吐槽还有很多 美国人关注的重点之所以在头发颜色上 因为美国人听不出 他翻译成中文时的水平 中国网友更注重 他在口语翻译过程中的水平 从现场表现看 他不但明显紧张 而且还夹带私货 自我发挥增加语句 使得布林肯的发言更具有攻击性 虽然 紫发翻译的现场发挥水平 不会妨碍中方对美方发言的理解 因为老阳老王的英语水平都是专业级的 但布林肯 他们两位是听不懂中文的 再遇上这样的翻译官 现场应变方面就显得落意下风 白宫官员透露拜登不高兴 其实也是拜登对外交团队的一次警告 在阿拉斯加太丢了 在网上为直发翻译 以及美方团队找理由圆场 甚至夸奖的反而是一些美粉 他们比美国人还美国人 见不得美国受一点点委屈 不过这种人在网上会越来越少 毕竟亲美贵美的人 越来越受到网友的唾弃 他们那一套还能够骗多少人 直发翻译本人 目前身份信息几乎没有 只知道是一位亚裔 有工作经验 但美国将炮火集中在他的身上 让他一个人背锅 这也未免太过离谱 就算直发翻译不存在 在阿拉斯加的会谈中 美方也不会有什么好德行 中国代表团带着诚意而来 他们却想利用一些小把戏 在开场白时占便宜 剥夺中方对等的发言机会 自己扮演斥责 结果却眼闸了 因此问题根本不在直发翻译上 而是美国外交人才的水平 越来越不露流 如果不是美国挑衅在先 中方也不会临场 长时间反击 在重大的外交场合 东道族的戴科之道 是其展现外交水平的一部分 基辛格论诡计 论手腕论策略 哪一点不在布林肯他们之上 但基辛格将外交变成了 体面的争吵 并成为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从当年到今天 他每一次来中国做客 都得到了高规格的利益和忠重 基辛格等人被称为地业谋士 无论谁称为美国总统 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 都要依靠谋士来提供决策参与 基辛格正是这种模式 他是美国利益的谋划者 执行者推动者 绝不是什么和平主义者 基辛格之恩图报 为尼克松的外交政策 担惊截律 事实物者为俊杰 方能够成大事 不以政治派别顺着老板 这就是美国典型的谋事 水门事件导致尼克松下台 基辛格又跳到了福特这边 成为了国务卿 为什么 这位老花头总能够得到重用 因为美国重大利益决策 需要他的判断 像舆论肇事 盈与攻击这些伙 不需要基辛格来干 不然美国的行政体系 官方智库 媒体高层 专业学院 各种基金会干什么吃的 在看蓬佩奥 一天到晚干的就是造谣污蔑这种事 肥盆做过的一件 对美国有大力的大事吗 到现在还只会 一天到晚的喷中国 博尔顿也一样 除了在委内瑞拉 撤分了一名街头总统 瓜伊多 还想教董安怎么做事 结果被开除 职业生涯草草收场 跟基辛格相比 蓬佩奥博尔顿 连自己的位置和职责都搞不清楚 更谈不上真正的出谋划策 美国国务院的中国事务首席顾问 居然省了一个汉奸余茂春 汉奸是靠什么混饭的 上盲下片讨好组织 能有什么好计策 从七十年代初到今天 基辛格一直告诫美国 不要将中国当成敌人 不要与中国保持对抗状态 否则不符合美国利益 基辛格做的事情 都是难度很大的工作 但成果肥烂 对中国造谣污蔑 舆论攻击 对政客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 逃避有难度的工作 只会靠着嘴上功夫 搞些虚头巴脑的事情 就是蓬佩奥之流最上场的 周总理跟基辛格谈判时的激烈程度 中美矛盾的尖锐程度比现在严重得多 但基辛格会在媒体面前成口舌之快吗 像布林肯 这是在阿拉斯加的小动作 有点格局的政治家都不屑于做 有什么意义呢 真正的交锋是关起门的 布林肯选择指发翻译内怒如何 目前外界并不清楚 但就像美国网友说的 这完全像是一个小丑的表演 让美国沦为了全世界的笑柄 翻译本来就是重大外交场合的硬心了 美国指发翻译却上了热搜 结果把中方的翻译也带火了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一个落落大方尽心尽正 一个标新利益工作不利 指发翻译事件也从一个侧面 翻译了美国外交水平现状 再看看 现在美政坛的那些满嘴谣言的意愿 真是一代不露一代 一窝不露一窝 如果说当年的美国谋士们 是美帝国的开路者 那么现在的政客们 就是美帝国的开路者 非常值得的 光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